大家好 我是老克 你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逼音的新人up主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地球上现在的火山喷发 和曾经毁灭地球的火山喷发 还有可能会毁灭地球的火山喷发 1月14日至15日 汤家红阿哈帕伊火山发生了剧烈的火山喷发 这些是卫星图片 还有卫星拍摄的影片 汤家的受灾图片 这些东西大家肯定都看麻了吧 之后呢 紧接着有传闻说是富士山可能接着要喷发 随后就是互联网上就出现了各种摊家火山喷发 可能导致无夏之年 气候聚变 世界末日的各种说法 但是根据科学家的各种统计发现 这些说法只能成为标题的不流量的说法了 其实所谓无夏之年 就是指火山喷发导致全球降温 甚至会出现六月飞雪 核不化洞的情况 主要原因是因为火山喷发出的大量流化物 可以转变成硫酸盐气溶胶 弥漫在大气中阻挡来自太阳的热辐射 形成火山冬天 这次汤家火山喷发 确实是三十年以来地球最猛烈的一次火山喷发 火山喷发的能量相当于五百到一千颗管导原子弹 具体是五百颗还是一千颗还是需要营销和和专家商量一下决定的 那为啥这么大的能量爆发 我们说不会导致无夏之年呢 甚至不会对地球的气候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里我要引入一个火山爆发指数 简称VEI 它主要以火山喷出物的体积和喷发柱的高度来计算 这个指数每提高一级 就意味着喷出物的体积提升十倍 最高是八级 虽然从卫星上看 这次汤家火山爆发的画面很恐怖 就和几个原子弹同时爆炸的情况一样 但是这次汤家火山爆发指数只有五级而已 因为它比起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 它喷发的物质要少得多了 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喷发有六级 爆发能量相当于48000颗管导原子弹 并示范出了1500万吨到2000万吨硫化物 但就是这样 皮纳图博火山也只占1991年到1992年 全球平均气温下降了0.6摄氏度 这次汤家火山爆发喷出 大约也就在40万吨硫化物左右 所以说无夏之年是不可能了 营销号顶多拿这个薄一薄流量而已 爆发猛烈却没啥喷发物 才是汤家火山现在科学家都在费解的地方 历史上我们确实经历过无夏之年 那就是在1816年 根据记载那一年六月份 核不化洞 八月份河里还有冰块 九月份就再次进入冬天 等于一整年都是冬天 哈勒呢使欧洲1815年到1816年颗粒无收 而且1816年欧洲还在打战 熟悉历史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在这一年欧洲多国组建了第七次反法同盟 并在华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 战争和恶劣的天气使欧洲尸痕遍野 大约造成了二十万人死亡 而这次无夏之年的始作勇者就是1815年爆发的印尼火山坦伯拉火山 爆发程度到达了串记录的七级 目前来说七级爆发也是我们记录的最大的一次爆发 爆发一直从当年的四月五日持续到了七月中旬 火山坦伯拉几乎完全遮蔽了印尼的天空 即使白天伸出手来也只能看到灰尘 这次爆发在东南亚直接造成了七万人死亡 而且也有人撑啊 拿破仑是败给了这个火山的 因为火山坦的原因1815年夏季多余 使得拿破仑延误了战绩 最终导致他输掉了花铁卢战录 贪加火山是不可能导致无下之年了 更不可能导致什么地球末日啊 人类毁灭这种事情了 那我们来看看地球的历史上 曾经有一座火山差点导致了地球成为一颗死星 2.52亿年前 一座火山的大爆发导致了地球上90%的生物灭绝 这就是著名的二叠级三叠级大灭绝 又称西伯拉雅暗色岩事件 地球90%的生物灭绝 这有多夸张 我们来看这张生物灭绝图 虽然地球曾经经历过五次生物大灭绝 但是这次绝对是傲视群雄的存在 我们熟悉的另一次生物大灭绝 就是6600万年前的恐龙灭绝事件了 这一次灭绝是由一颗十公里宽的小行星 转机地球导致的 转机的能量相当于一千亿颗管导原子的威力 即使如此 也只导致了50%的动物物种灭绝 所以二叠级三叠级大灭绝事件 创造的这个灭绝记录是绝无仅有的 为啥有这种区别 一种观点认为 小行星转机的影响的时间是短时间的 至多持续上百年 可是这个西伯利亚的超级大瓦山 持续喷发了超过一百万年 在这一百万年里面 有四百万立翻千米的物质 从地球内部喷发出来 如果这些物质平均地铺在地球表面 可以把整个地球覆盖在八米深的熔岩里面 如果累在太平洋里面 可以再累出一个澳大利亚 这是从太空看俄罗斯的地图 而这个是暗色岩的区域 几乎难过了半个俄罗斯的目的面积 但是如果只是这些熔岩 肯定对地球的生物的影响 不会有这么夸张 可是2.5亿年前 随着熔岩从西伯利亚地底涌出的 还有大量的硫化物 二氧化碳 尘埃 火山灰 它们一起弥漫在打击中 阻挡阳关 导致了全球气温急速下降 而硫化物在大气中还形成了一次局无仅有的酸鱼 这次酸鱼的浓度几乎可以直接烧毁植物 植物也就在缺少关照和酸鱼的两重霞击下很快就崩溃了 随后就是昆虫和洞 陆地上此时也就是一片死雨了 海洋里面却迎来了一次短暂的狂欢 因为酸鱼的腐蚀大量的营养物质都被冲进了海洋 海洋中的微生物就成了地上最大的受益者 不过一段时间后 这场狂欢很快就结束了 随着海洋的酸化和负义氧化 导致了全球海洋中氧含量大幅度下降 海洋生物也开始出现了多大灭绝 先比陆地生物大约75%的物种灭绝 海洋中的情况就尤其惨烈了 海洋中大约96%的物种完全灭绝 曾经繁盛富饶的海洋生物被洗涤以空啊 而且这次大灭绝也是地质史上唯一一次昆虫的大灭绝 昆虫这种体型小能耗低繁殖力强数量庞大 多样性高占据极广泛的生态地位的物种 曾经一度拥有动物界独一无二的飞行能力 也是地球上毫无疑问生命力最完全的动物类群 但是在此次大灭绝中 昆虫有八个木在二叠级末期完全消失 连它们都没能逃过大灭绝的重创 只能说明当时陆地生态系统已经彻底崩溃了 讲完刚刚喷发完的汤家火山 和曾经毁灭过地球的火山 我们再来讲一个在未来可能给地球生物沉重一击的火山 美国黄石火山 在电影2012里面 大家肯定都领略过它的威力 这个并不是编剧瞎编打 黄石火山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岩江库 其容量保守估计相当于三峡水库容量的1150倍 而且在最近200万年间 黄石火山一共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喷发 其中一次达到了VEI8级别 两次超过了8级 黄石火山喷发的周期大概在60万年到70万年 现在据它上一次喷发刚好过去了63万年时间 也就是说 目前随时随地 黄石火山都有可能来一次毁灭几座大喷发 喷发的效果最差 也可能是北美就这样的无老 其实在大灾大难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习惯都是往上看 各种影视作品故事总是说 毁灭我们地球的应该是陨石太阳爆发 最差也应该是个外星人入侵吧 我们几乎很少把目光投向我们脚下的土地 就连2012这部电影里面 都是把地球毁灭的原因 放在了太阳的爆发里面 我们总喜欢那些富有戏剧感的东西 而观察到忽略身边这些非常有威胁性 但是很重要的东西 大自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我们人类文明存续时间 在广阔的地质上 可能只能用突然这个词来形容 而面对种种自然灾害时 人类几乎不堪一击 我们能做到的只能是敬畏自然 并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